今天我们之家就特别暗黑了 再暗黑也有人喜欢吃 就在我身后 北京第一家 肥肠脑花饼 走 咱露露去 两个脑花肥肠 然后一个大鸡腿 炸鸡皮 鸡皮还是等的 行 可以 等我后面 好的 大爷是第一个 好嘞 没问题 都等炸鸡皮呢是吗 是因为他这炸鸡皮吃得好吃吗 那还行 看大爷排队能赖啥的 有道理 好 你等一会儿 他们家就是冬天没法坐在外边了 正好旁边有家烤串店 进去点点酒 整点炸货 看你乐的 心满意足的脑花饼 心满意足的脑花饼 我没有心满意足的 看我的表情 我还在进行一点心理建设 我当时也挺喜欢吃脑花的 但是脑花和肥肠配在一起 然后再和这个饼配在一起 我就觉得 要不我先吃 对 你先来 要石头剪刀布比较公平 你先来 我用石头剪刀布 什么干净 再来这个脂肪的感觉非常舒服 没有什么异味 煮的啥 比较糯 味道正好 但是我觉得小花吃起来应该比较挑战性 这两样的东西 你心理建设 建设完了吗 建设完了 来一大口 你这是连肥肠代表话都吃了 你这个路线非常清晰 怎么样感觉 我觉得如果没有肥肠的话 我觉得我会挺喜欢的 但是加了肥肠之后 我觉得有一点点腻 我觉得应该再加点 我们的那个东西呢 这是我们出门前带了一个洋葱 我觉得这个配洋葱 是挺好的一件事 大颗洋葱感觉怎么样 大颗洋葱就感觉虚异了 我觉得洋葱是有这个功能的 我觉得不错 洋葱还甜甜的 可以带个洋葱来吃 可以带个洋葱过来吃 它这个饼外面是脆的 但是里面是软的 脑花好吃 吃了猪脑之后 人的脑子会变笨 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空间了 小花我问你个问题 快速的回答我 1乘1的女姐 1 那我问你小花 你和猪谁笨 这个肯定是猪笨的 你犹豫了 来尝一尝 大家风情非常好的炸鸡皮 这是大爷和大姐在冷风中 默默等待的炸鸡皮 刚才那个大爷来他们家 居然排队买的是炸鸡皮 大爷才买的应该没错是吧 人家都说要跟着大爷吃 非常大 听听生意能够去吗 打仗 我试试啊 上面裹的炸物上特别裹的那种东西 面包糠吗 对面包糠 然后那口感特别像我们吃的那个油渣那种的感觉 但是没有那个腻 在这种拐角的位置它还有了解 炸的薄的地方又吃起来很脆 所以吃起来口感挺重复的 当然就是炸鸡皮 没有那么发热 五号选手 浩浩现在要开始肯定运动了 他心理压力还是很大 好疼 好 好 做安装了 怎么样 好吃吗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炸鸡的平均处你听我觉得 它是个合格的炸鸡 味道它也是刚炸出来的 然后汁水也也够 而且不是厚咸 而且现在我们什么料都没错 一旦放到辣椒面上放花 咱们就起飞了 我尝一下这个带调料的 是不是因为没撒掉了 主要是北京的炸鸡 我炸鸡爱好者的也是 炸鸡四级正你已经烤过了 六级好烤 不太好烤 我还是维持我刚刚的一点 这肯定不是难吃的炸鸡 但是它确实也没有什么 就过人之处吧 但你在心目中排的比较高的是哪一个 我觉得永顺挺好吃的 永顺在我心里就是八十块肉肉 那这个你觉得你打包了 这不七十块 好 这就比较清楚了 嗯 差了十块 我们是没吃了 打包带走了 其实人均三十多就差不多了 我们一共花了 九十多 九十多 没吃完 怕腻的人就不要超湿了 或者是算了腻 就不要超湿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腻的 我基本同意花花的 我觉得如果来他们家吃 就吃这个脑花肥肠饼 我觉得专程来吃鸡皮跟鸡腿就没有必要了 那专程来吃脑花肥肠饼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尝一尝的 一定要三个加在一起咬 特别感觉特别好 喜欢这种重口味的 一定不要错过这种奇怪的美食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一顿脑花肥肠饼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就叫上朋友 哈哈哈哈